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生 见不入 岳父见 豪气随 怕无怨 老师老师 虽然我也想做个又孝顺又乖的小孩 听父母的话 帮父母做家事 可是有时候父母亲也有不对的地方啊 那我们该怎么办啊 嗯 阿达你问得很好哦 人非圣贤 就算是父母也难免会有犯错的时候 此时为人子女的应当小心劝导父母改过向善 劝导时态度要诚恳 声音必须柔和 并且和颜悦色 如果父母不听规劝 要耐心地等待 以有适当时机 譬如父母情绪好转或者是高兴的时候 再继续劝导 如果父母仍然不接受 甚至生气 此时我们虽难过的痛哭流涕 也要恳求父母改过 纵然遭遇到责打 也无怨无悔 或是来找老师们帮忙 千万不可以用争执吵架的方式来处理哦 以免陷父母于不义 使父母一错再错 筑成大错 这样不但父母亲伤心 而且自己也会很难过的 所以古人说的百善孝为先 在所有的好事 善事当中 孝顺可是排第一的哦 要知道 不孝的行为可是非常不对的哦 哦 谢谢老师 我知道了 嗯 很好 嗯 现在还有一点时间 小朋友 我们再念一遍 好 好 六 亲友过 见史更 宜无色 柔无声 见不入 岳父见